第58集 玉座克青 铁补天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楚洋的心意 纵然只是朦胧 但是却可以肯定 楚洋绝对没有对他不利 对铁云国不利 或者是利用铁云国达到他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种心态 既然这些都没有 而且楚洋又有这种精彩绝艳的能力 铁补天自然要博上一次 他太需要帮助 他一个人也称得太苦 他需要有人来分担 但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分担他的苦楚 因为他始终是君 而臣子毕竟是臣子 但楚洋的出现却完美的弥补了这个缺憾 楚洋绝对不会当他的臣子 但是从这一点来说 楚洋这种游离于江湖与朝堂之间的身份 却恰恰是主掌补天阁的最佳人选 文武大臣无论是谁 掌管补天阁这种戾气 铁补天都不会放心 而他自己虽然建立了补天阁 但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理 去发展壮大 所以铁补天答应了楚洋 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或者其中还有其他原因 那就不得而知了 楚洋心中思量着 不过铁补天的童年可也真够悲剧的 就算是跟一般的国家的王子相比 他也是没有童年的 正如铁补天所说 果然这王者之路不是一般的残酷啊 你的天兵阁怎么办 再见到铁补天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铁补天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他笑隐隐的问了这么一句话 天兵阁 楚洋本想把天兵阁归入补天阁 但是话到嘴边却突然停住 天兵阁自然是要存在的 但是不能以店铺的形式存在 那太浪费了 太子殿下 我的天兵阁就安放在刘翠湖怎么样 刘翠湖 乃是铁云城之中的一个小湖 距离铁云内城不过十几里路 不过平常被密密麻麻的见度隔开 看起来好像是很远 一向是一个游玩的好去处 刘翠湖 没问题 铁补天爽快的答应 这件事我立即安排下去 铁补天以为楚洋所说的浪费 是那些神兵利器 却没想到楚洋所说的浪费 其实指的是孤独型 那样一位存在有无限发展空间的超级高手 就这么让他闲着实在是太大的浪费 楚洋脸上声色不动 心中却是大喜过望 唯有他自己知道 刘翠湖 那可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好去处 前世自己获得九节剑第二节 就是在刘翠湖底 如今自己直接将这个地方占据 只等修为一道 能够破除第二节九节剑的封印的时候 立即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取出来 九节剑第二节 楚洋心头火热 两个人登上马车一路前行 马车遮得密不透风 若是人从外面看 根本就不知道这辆平凡的马车中竟然坐的是当今太子 马车车厢的空间虽然不小 但两个人在里面却也相隔不远 楚洋只觉得一股隐隐的如蓝四射的香味在这空气中缓缓挥发 他忍不住抽了抽鼻子 心中一阵无语 一个大男人 洒什么香水啊 铁补天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东拉西扯的开始与楚洋谈论一些不着编辑的话题 铁补天的学识倒也真是渊博 无论天上地下古今典籍名人义士都能够随手拈来 而且对于每一件涉及到的学识 他都有着精准的评论 在学识方面 楚洋与铁补天相比 那是远远不如 唯有席尔公听的份了 慢慢的听得入神 对车厢内香味的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马车停下 铁补天两人下了马车进入一所大宅院 这里就是补天阁的走步 铁补天一边走一边低声说道 楚洋呕了一声 心中有些惊异 认识谁一听到补天阁这三个字 都会以为这是一座阁楼 却没想到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平房 原来铁补天在小湖边上建立的补天阁 与自己第一次谈话的地方 只是掩人耳目 不过 楚洋还是觉得 那个地方 更适合补天阁这三个字 而这里 却有些过于平凡了 进了平房 铁补天带着楚洋 一停不停的进入大厅 里面有几个人正在谈话 见到铁补天进来 急忙行礼 这位是楚洋 楚先生 铁补天介绍道 从今天起 楚先生就是我补天阁的人 职位暂定为补天阁寓座客卿 补天阁一应事宜 楚先生 楚先生 均可参与谋划决策 房中五个人 脸色同时一变 玉座客卿 这个身份可是非同小可 若是去除了客卿这两个字 那么就是补天阁寓座 寓座乃是铁补天的位置 地位还要在阁主之上 难道这个少年就是补天阁未来的寓座 他们都没想到 寓座这样的重要位置 铁补天竟然会带这么一个少年过来担任 这里面有补天阁的正负两位阁主 还有三位也都是武宗高手 岂会容忍一位少年就来压在他们头上 这位是补天阁的阁主 冰魂刀尊程子昂 这位是副阁主 流行武尊陈宇童 铁补天依依为楚洋介绍 五个人都挂起笑容 依依回礼 那位冰魄刀尊程子昂 年约六十多岁 身材消瘦 似乎是一阵风就能刮跑 头发稍稍有些花白 陈宇童却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大汉 四十五六岁的样子 面容粗广 两人都用金光闪烁的眸子看着楚洋 笑容中稍稍的带着一丝梳理 简单介绍之后 铁补天带着楚洋进入那间 这里是一间警示 里面堆满了文件 一罗一罗的放着 这里是补天阁现在铁云的所有人员资料 每一位都是从小到大 所有的经历都在这里面 包括个人特长 功利境界 你可以看一看 一般武师以下不会进入补天阁 来历不明的人也不会进入补天阁 铁补天缓缓说道 目前总共是八十七人 其中刀尊一位 武尊境界的五位 武宗十三位 剩下的全是四品以上的武师 实力有些弱啊 太弱了 楚洋摇了摇头 这样的实力若是放在门派 不管是哪个门派 都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但对于两个超级大国战斗之中来说 确实太少了 尤其面对第五轻柔的金马骑士堂 这种实力根本就不够看 可以说连对比的可能性都没有 要知道 金马骑士堂已经自成规模 所有人手加起来 将近三万人 就算是除去一些后勤资众之类的内部人员 武师高手也有两万以上 这种恐怖的数字 岂是现在还在盘山学部的补天阁所能相比的 一直以来 有内奸 只要内奸存在 而且不能确定在哪个方面 那么若是再组织什么刺杀行动 那简直就是笑话 等于是将自己属下的性命 白白白的送到敌人的手中啊 这是你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铁补天 淡然说道 没问题 楚阳看着那些卷宗 干脆的说道 第二个问题 在我铁云中 不知道有多少第五青柔多年来安插的内奸 而且我估计 很多人都是身居高位 军政双方都有 补天阁微笑 楚先生 你也曾经说过 遇壤外先安内 只要你完成第一个任务 也就是补天阁的清洗 那么第二个任务 同样也交给你 最后才是攻略两个国家的军政 但前提条件是要稳定 不怕死的人多 若是一直维持平衡 直到杀光所有人 也是平衡 铁补天微笑 但是有些人 杀一个就动荡天下 楚阳古怪的笑了笑 铁补天的言下之意 他很明白 也就是说 若是你连第一个任务 也完成不了 那么您就趁早滚蛋吧 也别想什么第二第三了 至于他所谓的平衡 也并不是有感而发 而是说 现在两国局势和铁云 当前的正局要平衡 现在的铁云 平衡稳定 比飞速发展增强国力 还要重要得多 这也是铁补天的底线 华先生 补天阁就拜托给你了 铁补天走到门口 回首轻轻一笑 补天阁 太子让我在这补天啊 楚阳黑黑一笑 楚先生要合作 总要拿出自己的本事和手段 神兵利器总是外物 夸发其谈 也只是纸上谈兵 铁补天低眉一笑 如今的补天阁 才是楚先生的试金石啊 补天阁创建三年 却只是一个雏形 意味深长的一笑 铁补天 诗诗然的走了出去 从始至终 铁补天 只是介绍了一下 并没有为他撑场子 楚阳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 那就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 才能站得稳 然后才能弹得上整顿 清洗 最终掌控补天阁 这才完成铁补天 与楚阳合作的第一步 而以楚阳武士的实力 孤身一人 要完全掌控最底层 都是武士的补天阁 而且要这个 都已经熟识的 完成磨合这样一个团体 听从自己的指挥 树立自己的威信 这是一个近乎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楚阳没有退路 事到如今 他要补天阁的礼遇 铁补天给了 他要铁补天的重视 铁补天也给了 他制造的影响 都已经圆满 甚至 他想要铁补天 最核心的补天阁 铁补天 也同样给了 铁补天在楚阳眼中 虽然有些娘娘腔 有些稍微的 阴柔变态的感觉 但楚阳最想要的信任 铁补天 却是毫无保留的给了他 楚阳到铁云之前 所希望的一切 也已经到手 现在 是他展现自身能力的时候 若是不能折服 补天阁的这些人 那么 就证明 楚阳配不上铁补天的信任 现在的情况是 楚阳和铁补天合力 将楚阳自身 推到了不能回头的地步 铁补天已经走了很久 楚阳埋头在这些资料的大海之中 一点一点的细细的分析 这些资料 只是文字 而文字大多不可信 但楚阳 却要在这不可信之中 找出真实 找出漏洞 这才可以初步的心理优点 要在这些 已经经过材质之士 层层筛选的档案中 找出不可信 这种难度 的确不小 但是 楚阳的第一步 就只能从这方面下手 因为他并没有那天网一般的情报力量 现在的他 还仅仅是一个人 楚阳坚信一件事 任何集团 没有攻不破的漏洞 在第五轻柔的计划之下 铁补天这里 未必就是天衣无缝 铁补天这边 负责筛选的人员 也未必就是忠诚 第58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